大家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时间 我的心情啊 特别的沉重啊 心里面特别的委屈和难过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说啊 怎么去开这个头啊怎么去说 就是心里面就感觉很难受啊 今天晚上啊各种 事情吧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啊 各种事啊融合在一起心里面就特别的难过 因为我爸爸是今天给他送走了吗对吧今天送走啊然后 晚上现在就又剩我自己一个人然后还有毛孩子们吗 然后的话就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啊 一方面是自己一个人 在家 另一方面就是 不是我 啊整理一下说一下到底咋回事 不是我不是今天给我爸吗不是买了那个牛肉吗对吧 然后 我妈知道了他说这个花钱花的太多了啊 然后今天晚上然后他对我进行了教育啊然后发的语音 我听了就特别的难受我说实话 我具体他说了啥我就不重复了啊 因为我也知道他是可能是心疼我心疼不想让多花钱因为 就就不说不说他为啥要说这些话对吧不说他为啥要说对吧 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我能够有一次的深深的就是 就是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点自卑感说实话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 我我觉得我的内心会产生一点自卑就是为啥别人能吃能买为啥咱 对吧为啥咱就不可以呢是不是 我妈说这个你拍视频也赚不了多少钱然后你还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东西 给我们如果我们是吃牛肉的家庭吗 他说这话说实话我的内心真的听了我的我的心就特别的痛说实话 真的我的心特别的痛 就说实话真的这我也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我这个月其实我自己也花了挺多钱了说实话我这个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对不对 对吧 但是这个父母走了我总觉得我咱应该做点啥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我妈说这些话真的就再一次把我算是拉到了现实当中啊真的再一次把我拉到了现实当中 啊真的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对吧就是普通人的这些无奈吧 其实普通人的烦恼和普通人的无奈就是就是这样 就是我 我也能理解对吧为啥 他为啥这么说对不对 我我知道啊他他为啥这么说 但是我就是我也不能说我不认同 但是我的内心就很纠结我总觉得我今天晚上听到这些之后我的内心就 会产生很大的一种自卑感 对不对 咱比别人差哪呢 对不对 咱虽然钱赚的少但咱赚的堂堂正正对不对 咱不偷不抢是不是 对吧 这小辈去孝敬长辈也是应该的嘛 是不是我觉得没问题啊对不对 本来我自我还是有一些感动的说实话 我自我还是有一些感动的我做这个决定 但是就我妈说的话一下子把我拉到了现实当中 就他也没错对吧他也没错但是现实就是好像是现实就是咱穷对不对 咱就得省着点钱花不要把钱花到这些地方对不对 就现实就是把咱拉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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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下啊 真的我的心心情很复杂 现在我的心情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我的心情就很难很难过又很难受啊 我不怪我的父母对不对 他们不舍得对不对 我再次的反思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对吧 就就混得很差或者怎么样对不对 知道我也是父母心疼我对吧 心疼我赚钱不容易对不对 另一方面可能他也确实是可能觉得我确实是赚的太少了 觉得 我也是说不上来说不上来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听了他那些话之后 我觉得一下子又把我拉到现实当中 就是我自我的那一些感动啊 自我的那一些觉得自己为父母做了一些什么的那种 觉得自己进来点孝心的那那一点感动 一下子就没有了我觉得好像我有罪一样啊 真的不是不由的让我想到了这个人真的是难道人穷的话 难道真的就是就是一种罪过吗 难道对不对 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对吧 这么多年也是我 对吧就我们消费一下 任性的这种消费一下难道就不可以吗 对吧 我我真的在反思真的在想对吧 真的我现在都有点自卑了 我都我都不知道 这就挺难过的 真的就挺难过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他说我的言论难过 还是为了这个现实 我穷难过 还是这种自卑心理在作祟啊 难过 我说不上来就好多东西全部掺杂在这里面 对不对 就很难受啊 心里面就就很难受很委屈的会有这种感觉 就就就就有一点委屈感 就就真的很真的很难很难受 然后明天的话我停更一天 不好意思 明天我停更一天 然后 我调整一下心情吧 调整一下心情 可能确实我 对吧 你要体验跟他们商量说一下 确实他们也是心疼我赚钱不容易